从上周连续三个交易日剧烈震荡 原本被看好的日本股市突然重挫 日元又再度升值 日本供债殖利率上扬 加上中国制造业的数据疲弱影响 日元已经逼近了100元大关 对于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奏效的疑问开始发酵 今天的焦点纵横 我们为您深入叛逃 吴教授您好 你好 日本股市在23号暴跌7.32%之后 27号再度大跌3.22% 连续三个交易日的剧烈震荡 是不是代表安倍经济学遭遇到了市场的不信任 请教老师您怎么看 到目前为止 因为安倍经济学已经到了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货币政策 第二阶段是财政政策 第三阶段就是整个结构的一些变动 其实到第三阶段的时候才进到比较实质面的或是比较长期的 所以可以说前阶段尤其是货币政策 它是一个比较短期的这种反应 那短期的反应呢 反应最明显的当然一个是在汇率 然后又是日元 然后贬值 然后来带动出口的这种增加 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死的人民 好像这个信心有了 然后鼓动民心 那就反应在股市上 所以我们看第一阶段开始的时候 然后全日本几乎都是拍手 所以安倍的这两种信任度 或是对他肯定的百分比是超过70%的 所以等于是全日本好像都动起来了 不过我们看逐渐 大家对这个安倍经义学 怀疑的人是声音就越来越大 因为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在说了 它这个东西是有一种 就像吸毒了 怎样做这个 哪一种这个效果 那因为你不能够只有靠用货币这个东西来了 因为这个来了 你看它要使得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 然后以这个两个percent为目标 可是这个都拉不上去 这个物价它还是没有那么样的上涨 那物价上涨不上涨 那个是一回事 不过它的目标还是没有达成 可是现在大家这个负面就越来越多了 那刚刚提到了说 现在反映出来 哇这个前几天 这个日本的股市暴起暴落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这种现象 因为这个是非常不正常 因为不管是股市或是任何一个市场 你要发展应该是要比较平顺 那平顺它就是有起有落 可是起落这个幅度是相对的小的 那现在这个暴起暴落就表示这个非常的不正常 所以很不好 那是不是对这个安倍经济学 然后大家起这样的怀疑了 我想我个人是比较肯定说 大家对这个安倍经济学 已经真的是负面的 这样种这个讯息它就出现了 那我们好好的再去观察 会不会引起这个必死境变 最后对这个全球经济这个不好 我想我们应该是审慎的去注意去观察 请大家订阅一下